美洲各地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总会联姻会第25届年会 于8月21日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盛大举行 并于当天上午8点30分举行开幕典礼 当天来自14个国家的美洲各地中华会馆 中华公所华侨总会300余人参加了开幕仪式 出席来宾包括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袁建森 中华民国乔偶委员委员长吴英毅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龚中成 美洲中华会所联谊会秘书长黄金泉 顾问吴建森 顾问吴焕鹏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马国威 以及来自美国凤凰城 圣地亚哥 纽约 费城 芝加哥 西雅图 檀香山 亚特兰大等地 和巴拿马 沙瓦多 哥斯达利加 尼加拉瓜 阿根廷等地 及美洲各地中华会馆 中华公所 华侨总会会长及代表 仪式在热闹的武师锣鼓声中正式拉开帷幕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马国威至大会宣言 马国威表示 本届年会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和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的历史条件下举行 本届年会是在两岸同心协力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状态下举行 近年来 日本政府频频施济侵占钓鱼台 菲律宾政府也不断在南沙群岛进行挑衅 面对外国的敌对行为 台海两岸同胞同仇提开 共同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 不容外国侵犯而做出多方面努力 外国的挑衅更加促进华夏儿女的精诚团结 本届年会是在国民党继续主政台湾 推动两岸加强政治互信的新形式下举行 国民党重掌台湾政权之后 在满足总统不同不独不武的理念 和久而共识的政治互信促进下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 在7月下旬举行的国共论坛上 国民党民意主席吴波雄强调两岸之间要稳健 要巩固互信基础 在久而共识反台独的立场上 对存在的分歧搁置争议 存意求同加强政治互信 因此本届年会要顺应历史条件和两岸关系 巩固发展的新形式 研讨桥团桥社如何发挥团结旅居各地中华儿女的纽带 和促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桥梁作用 我是非常高兴有机会 因为在90年的末期 跟2020年的初期 我在这里面的南北市长 政府了五年多一点 那么跟我们大洛杉矶地区的小包 还有我们其他几个州的 新墨西哥 所以我想借着机会 谢谢你们的媒体 向我们所有在这个南架州的所有的乔包 还有我们相关的整个州的这些乔包们问候之意 我想这次因为我有好几个活动 前几天我到这边来参加台湾头像联谊会的联会 然后我又出城去参加别的活动 那昨天晚上赶回来参加今天这个美洲的中华会馆 那么的联会 那么下午 吴副总统要从贝里斯 经过洛杉矶回台北 那么在过境期间大约有两天半三天的时间 所以我想我们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来接待吴副总统 我希望他一个很舒适孙女的国际 这个乔委员很高兴 这次特别来参加美洲国际中华会 广东阿东邦 阿乔豪总统的这个园仪座 刚才新年都没有在针对 新年第一次在美洲开会 去年他们会议的时候在台北开会 这一个很欣慰 也很厉害 这一次我们十七个同家吧 有八十六准备的中华工程 中华会馆 中华会馆的中华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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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会馆的中华会馆的中华会馆 中华会馆的中华会馆的感性 中华会会馆细到台北开会 中华会� slide 孟华会会广的中华会馆 望非常坏 这一次就帮一下